接下来带大家前往海线品尝人气美食 在沙路有一家经营十多年的外神口味小龙汤包店 传承到第三代 27岁的王先生从台北学艺返乡之后 为了保留父亲的老味道并寻求创新突破 花了好几个月的研发时间 总算开发出了两款以红麴为外皮的麻辣巧龙包 和抹茶外皮的鲦鱼巧龙包 搭配父亲一流的擀面功夫 皮薄肉多汤汁浓加上这价格亲民 一推出就深受陶客的喜爱 拿起擀面棍熟练的擀成面皮 不过这外皮颜色 这跟一般的小龙汤包是不太一样 这可是年仅27岁的第三代老板王成俊 最新研发的小龙汤包口味 以红取味外皮的麻辣巧龙包 跟抹茶外皮的雕菊巧龙包 这一口咬下皮薄馅了多汤汁浓 一推出就赌获透客的心 独特性 我觉得就是它有一边 一些奇特口味像鲦鱼那些 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汤汁很多 对啊 然后外面有一些店的话 可能就是皮薄 可是里面没有什么汤汁的话 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吃 我平时就只是吃中辣而已 可是这个辣的持续 会让我感觉到说 有三副曲的感觉 辣的感觉是还蛮持续的 第三代老板表示 麻辣巧龙包是利用红取老面皮 包覆着温体猪后腿肉 加上朝天椒跟花椒等等 香香辣辣的口味 相当适合爱吃辣的民众 而钓鱼巧龙包则是用上了 抹茶老面皮包住新鲜的鱛鱼肉 再混住香菜芹菜 带出鱼肉的鲜甜 而这看似美味的背后 过程可是花了不少心思来研发 失败至少二三十次 因为红取有酵素 所以它皮会比较软 对那蒸起来会比较容易糊掉或塌掉 所以那个比例抓了很久 钓鱼就是找了很多厂商的渔货 要比较新鲜的 因为海鲜比较敏感 所以要尽量找新鲜的为主 博承运也表示 为了学习不一样的小龙汤包技术 两年前更北上到小龙汤包敏店当学徒 每天都要制作超过五百个小龙汤包 而尽管辛苦 还是学到了不少的专业知识 而在接下父亲的小龙汤包店之后 父子俩一开始的经营理念 跟制作方法上 也出现了不少的磨合期 有时候我脾气有时候急 就说你这样不这样不对 我说我们尽量忍着 任何一个传统的事业 你都让小孩子去充看看 充不好了 你最起码还有老本嘛 不怕 就让他去充 因为自己的做法 跟爸爸的做法有点不一样 沟通完之后 大家都可以互相理解 互相的用意 所以就觉得 其实是可以沟通的 有沟通才会有好的结果 经过不断的沟通跟尝试之后 现在两个人已经是默契十足 由儿子研发的创新口味 搭配父亲一流的改变功夫 成功打赏了这间小狼汤包店 也让这独特的好味道 可以继续的飘香下去 继续全部汉台中采访不到 但是并非搭配父亲一流的改变功夫 请不吝点赞